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呢 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都是非常的快快快快快 好的产品也一定需要好的营销 才能够让它成功的几率能够提高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成功几率也会大大的降低 那现在我们来看的话 可能是线上的营销 可能现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那是不是说我们线下的营销 就可以放弃了呢 或者是说不重要了呢 我觉得不是 线下还是不可以放松 因为它是可以让我们一些营销的东西 是可以落地的地方 而且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舞蹈工作室的话 可能线下对他们来讲还是主力宣传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线下的这个话题 好 第一个 我们先来聊聊传单 发传单 哦 大家觉得好像是好简单啊 那就雇人来发 发音完了就发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还要去聊呢 我觉得我还是要再聊一下 好 那聊哪几个 我先给大家说几个疑问局吧 发给谁 在哪发 何时发 谁在发 怎么发 发之后 好 我们先来聊聊 发给谁 那发传单 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发呢 你看见一个老太太煮着拐上 然后你也给她发一下 哎 欢迎来我们舞蹈工作室来学习 那个老太太就会很明白地喊你 小伙 你想做事 对不对 或者是你看到一个标型的大汉 然后这种初联 各种土豪 然后完了拿了个雕画干嘛的 然后你也要去给人家发 这个很明显 这肯定还是不合适的 所以发的话 你发给谁 你一定得是找到你自己的目标 你觉得他有可能会 成为你的潜在客户 在这种情况下 你才去给他发 这样发的才有效 而不是说 你哪怕看到一条小狗 在溜王 你也给那个小狗来说 到时候来我们工作室来玩一下 不现实吗 好 第二个 在哪发 在哪发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重要 不是说我们人流量特别多的地方 我们去火车上我们也可以发 那边人流量就特别高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去一个菜市场 那边人也多也去发 那肯定也不是 那我们肯定如果说是在成人的话 我们挑一些商场啊 或者是一些学校 或者是一些潮人聚集的地方啊 或者是一些白领经常在的地方 像小孩的话 我们可以是在那个学校 或者是游乐园 或者是在他可能有其他做培训的辅导的这些地方 那可能我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去发 因为我们的目标客户在他合适的地方 这样给他发 他才能找到合适的人 好 合适发 那什么时间段给他们去发呢 这个其实也是有讲究 比如说好 像白领这种 他肯定就早上都急急匆匆的 然后往上吃完早饭 然后就赶着上班 你在这个时候你给他发 其实是不合适 因为他都赶着上班旗啊 根本都不会看你这个东西 可能就随手就丢了 你可以跳在他 或者是下班的时候 或者是平时惯的时候 你再给他发可能就会不一样 像小孩上学 早上上学也是一样 他可能也不一定会看 但是在晚上饭学的时候 现在饭学都比较早 可能就差不多三点半四点这样 那他也就是玩 那你在饭学的时候你再给他发 他可能也就会看 所以这个时间段 大家一定得挑一些合适的试剂 但他是在很舒服的状况下 然后拿到你这个团单 他才有可能得去看 好 那我们再聊个 谁在发 那很多人就是我们就雇两个大学生啊 或者这些雇两个中年妇女 他们就去发就行了嘛 这个我觉得也是 如果说你只是要大面积的 这么撒一下 那无所谓 但如果说你想要做更有效率的 那其实你得去挑一些合适的人去发 你不能说好 还是先说掉这个烟溜 如果有人说来 发 给你 给你 这样人家首先 你这些形象 他就肯定就不会去接你这个传单 所以首先你一定得保证一点 就发传单的这个人 包括他的形象 这些举止 是让人不反感的 就是你的目标客户 对这类人群 他是不反感的 那这样子 他接收这个传单的这种 几率就是能高一些 所以就是发的人 也得去经过挑选 好 那怎么发 这个刚刚也有聊到 那给你 或者很冷淡的目标待着 来 给你 或者是很凶的 好像你一定要去接 那这个可能也都不合适 那如果说好 在你觉得这个人 有可能会是成为你的潜在客户 那在他来之前 你可以这目标 可能会有一些对视 你首先一定要保持微笑 不打笑两人嘛 你给他一个好的一个形象 然后再逼逼有理的 再可以说你好 可以打扰一下吗 或者是再给他一些传单 用一些比较好的语言 这样子合适的方式 然后给他发 这样子人家才有可能 会拿你的传单 拿了之后呢 才有可能去看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再聊一聊 划完了之后怎么办 那这有几种情况 一种人他可能都会拿了 他可能会回家去看 或者是边走边看 还有一种人 他可能看了一些 诶 挺感兴趣的 他就有可能会问你 那这个他肯定就是 成为你潜在客户的 这个几率就会非常高 那你一定要跟他去做 很好的介绍 首先你听听他的需求 大概是什么 你知道之后 知道他有哪个点 那你就用你自己产品 有哪个点能满足他需求的 然后再去跟他去聊 去打动他 那我们可以想办法 把他的联系方式留下 如果说好 你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我们这边有一张贷金券 或者是有一堂免费受课的 这个优惠可以给你 你下次可以去 这样子就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 拿下来 这就变成你的资源 那在后边可以就是让你的客服 再跟他去跟进去做联系 所以这个是发之后 其实也是有蛮多事情要去做的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OK 那发传单 我们有时候 我们可能连续发了几个月 那或有一些小的地方 那基本上大家可能也都 大概有知道了 那这种 那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把发传单这个升级嘛 可以把它理解为升级版 就是说我们每个月发传单 我们可能有差不多五百一千 或者是多少钱的这个成本的 这些预算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成本预算 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们可以做一些口罩呀 或者是夏天一些扇子呀 或者是小孩子一些小的这种 欢金啊之类的 就把它变成礼品 把这个数量减少 可能我们就做个几百份啊 或者多少份 那拿这个东西 然后可以去做 去做宣传 可以让他们留下联系方式 然后好 那可以送你一个 这样的一个礼品 那这样子的话 你成本化的是一样 但是这个你给出去的 它同时不只是说 它的信息能不能拿到 它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是帮你在做营销 所以这个可能是 传单的这个升级版 把它变成礼品 OK 第二个 所以我们来聊聊外展 外展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在一些 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 类似于商场啊 学校啊 这些门口 我们可以做一个咨询台 放上我们的一拉宝 可以放上我们的二维码这些 然后做一些现场咨询的 然后可以给一些优惠 今天在这边现场吧 我们能得到什么什么的优惠 然后它可以过来看 这样子的话 就对它会有一些吸引力 然后去做介绍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 可以再做一些小的一个小舞台 做一些Cypher Battle的 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再做一些 可能就快赏啊 类似于这些活动 其实也都行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做一个现场的这种展示 好 那现在还有东西 我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的舞蹈工作室有没有 如果有倒可以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 如果说谁去买了 那可能这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营销 就是微信打印机 现在它是可以扫描你们的官方账号 然后可以拍照片 然后它自动打印出来 那你在做外展的时候 可能有这么一台机子 那那些人都会主动主动来拍 然后主动关注你们的号 然后他们拿了这个东西 还会跟人家去炫耀 然后同时都能宣传你的二维码 包括你公司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如果在你自己成本可以考虑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可以去做的 嗯 所以一定要告诉我们 到底谁是全国第一家 这个有 用微信打印机的舞蹈工作室 这个可能这个点 也就是你 非常好的一个营销点 好 我们再聊聊活动 活动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些演出 像每一年我们可以做一个 大的这种公演展 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小比赛 或者是一年一类的 这种比赛 然后让你的学员能够学以之用 之前也有聊过 让他知道学了跳舞是有用的 他可以去展示自己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能把他主动性这种去提高 然后如果说你在做活动 或者是做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说你一个地方 可能有两三家 三四家舞蹈工作室 我觉得抛开竞争对手 这种观念啊干嘛 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玩 一起来参加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多大关系 所以市场好了大家都会好 把眼光可以放远一点 或者是你们可以几家 一起联合做一些活动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可能一家主办的话 你可能就一些资源可能会少一点 两家三家一起做 那可能能做更大的活动 大家也都能从中获得自己的这种宣传 整个市场也会好 那还有活动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类似于party之类的 一个月固定我们可以做一次 让这些屌丝男女啊 可以有个机会可以去交游嘛 然后做一些自主餐啊之类的 或者是其他玩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交游的活动啊 一年做个集次 然后让大家可以出去玩 可以去放松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特别爱吃 对吧 那我们就搞一些吃货行动 但是都是以工作室的名义 组织大家去玩 或者是还有一些女孩子她喜欢化妆啊 造型啊这些 那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这种交流 或者是分享 就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或者是我们可以就是说 一年做几次这种公益的活动 带着我们的会员 可能可以一起去做 看完一些老人啊 古广老人啊 或者是看完一些小孩儿 帮他们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活动 好 我们再聊一聊对外授课 对外授课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免费的授课 或者跟一些收费的授课 免费的授课 我们可以类似于公益活动 我们可以进一些社区 或者是一些学校 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免费的授课 如果说像一些高档社区 它其实都有社区的中心嘛 会所之类的 他们可能就是 也需要平常给他们的这些会员 有一些活动 那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方式 免费给他们上一堂课 然后顺带做我们自己的宣传 这种招式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非常好 就是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在跳广场舞 对不对 好像每个城市都会有 每个地方这些人 那我觉得完全你们可以去教那些 可能就是老太太 或者教他们中国的大妈很牛啊 教他们去跳一些广场舞 然后顺带就做自己的宣传 他们也会觉得好潮啊 我们也可以去跳街舞 然后同时的话也给他们一些简单 然后又开心 那看的人也会觉得会特别好玩 那跳的东西跟以前都不一样 那你们也就可以做宣传 是非常好的点赶紧做啊 还有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些 跟其他这种培训机构 他可能是学音乐的 我们可能是学跳舞的 那我可以免费去你那边做一堂授课 相当于你给会员的一些福利 那可能就是我们会请他 接舞工作室的 我们学音乐的 也可以去免费上这个课 然后做一些宣传 也可以做一些收费的这种授课 但是可能这个费用 比我们自己来讲可能要低一点 那就像我们的一些大学的一些社团啊 他可能人数比较集中也会比较多 那你也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活动 或者是现在一些 因为现在可能艺术里 已经纳入了中考啊 这些考分都已经纳入了正规的教育 那我们也可以跟一些中小学 可以跟他去联系或者是合作 把他们纳入到他们正规的 这种艺术课程里面 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性 有些地方都已经在操作了 好 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对外合作 对外合作的话 我们就可以跟不同类型的这种教育机构 去做一些互相宣传的东西 就比如刚刚有举到 你是音乐的 我是舞蹈这些 那我们可以互贴海报 或者是我们互放我们自己的传单 在你的店里面 或者是我们一起做一些活动 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对外合作这一块 还有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找一些大客户 这类似于如果说是一些公司 他可能对于员工 他都是有他自己的福利 可能他们会给他 员工有一张健身的这种年卡 或者是你去保健身年卡 会有什么的优惠 或者是旅游什么福利 这个其实都有 那你可以跟大家看 能不能把你们的这个舞蹈工作室 变成他们福利的这个一部分 那除了这些公司的这些白领的 这些大客户 我们也可以找一些 有什么一些其他的小的这种团队 他们可能就是需要 那个一起培训的地方 那其实也可以 或者是跟一些炒店去合作 或者是跟一些小孩用品的店去合作 其实也都是可行的 这对外合作的部分 好 我们再聊一聊周边产品 像以前我们舞蹈工作室都会做 像衣服啊 帽子啊 毛巾啊 这些其实都会去做 但现在我们可以去多做一点东西 像我们一些日常用品 让他生活都能需要用到 平时他又能给人家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壳 Sky Talk你有看到 或者是我们的右盘 或者是我们的环保袋 或者是这种水杯 或者是B带 挂牌 对 Sky Talk的挂牌帅吧 知道怎么能拿到吗 大部队的朋友都肯定会有些人拿到 或者是做一些口罩 一定得让他们平时都得 不断地去用这些东西 是很生活上的 是很实用的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都可以做什么 还有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还有一点的话 我们在做营销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统一标识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风格一定得统一 包括我们的专修风格 包括我们的海报的这种风格 包括我们的服装 我们也得去尽量是工作人员 这些都能做同意 你想像一个画面吧 你去一个路边摊 然后去买那种衣服之类的 然后那些老板基本上挂个这种 腰包在前面 或者是你叫他他还在里面吃饭呢 老板 你都不知道是谁 然后来了来了 然后给你买 或者是你进一家非常好的这种 装卖店之类的 一进去穿专修风格都是一样的 包括他可能就是有收银的地方 还有导购园 你看他们服装都是一样的 你就知道你应该找谁找谁 整个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要做哪种层次的东西 你们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 还有对外话 像我们的一些公牌 其实可以做一个RAM 会员他可以自己去拍照的地方 或他可以主动帮我们去做营销的地方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女孩子 他之前他都喜欢拍照 你给他搞了一个特别好的一块地方 肯定就是单独用于来拍照的 同时又有你的logo还有这些 那他们就会主动帮你们去做宣传 包括我们的会员卡 就是会员卡 其实也是个问题 大家都做刷 但有时候他们会没带 或者是会比较麻烦 那我们可以想想一点 其他的这种好的一些方式 让他能够随随接待 或者做成一种一型卡 可以挂在钥匙上 或者是做一个公交塔套 然后送给他 从这些一些周边产品细节的东西 也能够是做好自己的这种营销 好 今天就跟大家 大家现场的聊这么多 可能我有想到的 或者没想到 或者想到没有说的 那我就觉得大家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在我们的微博留言 然后我们微信的这个 微社区也会马上开通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加入了 可能有几十号人了 所以大家 各位舞蹈工作室的负责人 如果有更好的想法 我们就可以在群里边来讨论 想知道怎么加入吗 看这一边 好的 感谢大家 关注skytalk 我们下周四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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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